大家好我是Rona老師 大家好我是佳裕老師 又來到了格局的時間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格局是什麼呢 佳裕老師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格局是 日照雷門富貴榮華 我就喜歡富貴榮華 我也很愛 下面的註解是寫 卯公安命太陽作手 更山方左右昌曲葵月 守照富貴不小 甲乙根心生人合格 佳行際勢煞易主溫飽 太陽在卯的位置 是太陽天良同工 這個位置是太陽剛剛升起 許許的陽光照耀著大地的時候 光芒不會太強烈 而且又有它的力量 再加上天良心的博學 跟願意幫助人的這個特性 基本上這個組合是不錯的一個組合 如果山方有六極星左右奎月 昌曲來匯照的話 那就會更好了 除了太陽天良具備領導的能力 博學以及照顧人的特質之外 文昌文曲增加主心的創意 想法跟巧思 加了文昌心增加了筆墨書寫的能力 加了文曲心增加了想法 創意跟巧思 以及山方有貴人來提心 必然富貴會不小 甲乙跟心人合格 甲年生的人太陽會畫季 畫季會更加要求自己 以年天良畫全 卯位還會有一顆露存心 露存心可以增加主心太陽心的領導 批印的能力 以及天良心的博學多文 更年生的人太陽會畫露 太陽畫露可以增加自己 不錯的領導能力 新年生的人對宮有位 牽一宮會有一顆露存心 新年太陽會畫全 如果對宮是可見的狀態之下 命牽會形成雙拳 除了自己有領導的能力之外 還可以在外展現出來 並且有多出來的機會跟緣分 加形劑事煞易主溫飽 如果遇到炸心或者是畫劑 其實也能夠溫飽不至於到會餓到的狀態 如果對於心盤比較熟悉的朋友 可能就會覺得有點奇怪 假年生的人太陽會畫劑 在某的位置會有一個情樣 跟年生的人在有位會有一隻情樣 那這樣不是前後很衝突嗎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了 他如果在前面有遇到那些好的條件 後面再加一點煞劑 也只是多了一點點波折 所以難免當然跟以年還有新年生的人 來比較是相對辛苦一點點 但就現在的社會環境來說 你畫劑對於自己有要求 然後加了情陽 讓自己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有衝勁跟動力 那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嗎 以及命盤上面本來就是會有一些多重的元素 當老天給予你一些好處的時候 當然也會準備一些考驗給你 這樣的人生才更為豐富不是嗎 是啊 那我們今天的格局分享到這邊 喜歡的朋友幫忙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